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一个全能的 没有材料吧 你要有的话我给你出五块钱 都告诉告诉我 Hello Cosmo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蜜蜜 留着就播完了 其实你还挺不舍得的 看了一些片段 感觉就是瞬间都把我带到去年 特别难忘 出现的时候就是感觉 哦 哎 第二天起床 不用不用拍戏了不用穿盔甲了 但我真的在沙梯 玩的那几天 晚上还是会做梦梦到这个这个剧本的东西 改天我送你们冰激凌发 我们不要再这样了 我相信生活中一定是有那种情侣是可以为了彼此付出的 我觉得那种真挚的感情是一定存在的 但是我可能自己会比较偏向于开心一点 每个女孩肯定不喜欢开心一步的 最甜的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之前的一些前妻的戏都挺甜的 没有一些前世恩怨的时候 很多两个人之间的就小情素是很甜的 然后最悦的戏我觉得就是在玄机发现自己心爱的人是一样 然后一直在骗自己的时候 尸体很有的吧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应该要有最起码的信任 天地问他你觉得做人的感觉怎么样 他觉得很好 那个时候已经长出了雪流星 他觉得有亲情爱情有情的时候 是他最完美的人生的时候 其实他们前世就是有那个渊源的 因为一个是天地的儿子 还有一个是战神 其实戏里有讲啊 就是说战神在天上没有人诉说的时候 只有那个金赤甲是一直搭帮他身边的 从一个普通的朋友 最后交出了这个女孩长的一颗雪流星 因为西凤所以玄机才会突变成一个女人 游离不出处就是让我感觉说 有很多的剧本会来找你 然后我会有更多的选择权 我自己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因为我真的希望 就是能自己去挑到自己喜欢的角色 可以啊 我是一个全能的艺人 5块钱 为啥才5块钱 太便宜了吧 我 没有啥料吧 你要有的话 我给你出5块钱 给我告诉告诉我 可能跟工作室一样 就发一些那种特别乃克的图 保湿 保湿 我觉得灵芝水吧 因为是我觉得特别好用的一款水 而且保湿是真的很重要 多喝水 哦 它不是一次拍的 因为它的景是不一样的 每一场戏都是包在不同的天出拍的 就是情感还是会差的很多 其实这酒飾也是有 对我来说是有一个地劲 从第一次他杀了这个丝缝之后 没有感觉到最后一次杀了这个人之后 他有那么一点点的难受 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变化的 我已经录了一个 嗯 收官的视频给他了 虽然我觉得那些可能不足以表达我所有对他的情感吧 但是确实它让我觉得很难忘 是一个我很希望很喜欢的角色 主见之后感觉是斯坦姐姐可以创造出这个角色 感恩所有的主唱 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个作品 其实每一个作品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 看着他出生看着他长大 看着他被大家喜欢 所以说只要大家可以喜欢这个作品 其实我觉得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现在很流行给女孩就是装红上加一些 我觉得还蛮有复复的 因为首先我在那个视频里我就说我觉得鼻子上有质的颜色特别高 这是我点的一颗鼻侧的一颗质 这个角度就让我觉得这个女孩很质一点 所以我觉得会在一个画一颗类质 好像感觉比较舒服 这个就会比较的鼻子上 然后因为我觉得他这边面积很大 这个角度 所以我觉得这点一颗质也是蛮好看的 标准美女哪都不缺 所以我们在这点一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